大家好 要數你家中最危險的洞 莫過於是這個 香港市店Ming Electricity的電壓Voltage是220個伏特Volt V 蛤? 它10萬伏特都還在聊天啊 怕那200多伏特 除非你已經突破了人類智力的下限 如果不是怎會連卡通片都相信呢 真是數以萬計的電壓Voltage一夜KO你啦 你家220個V其實都夠做你了 我真的很害怕 所以不是說要好好地學Physics 那你就會知道怎樣才是安全的了 要學關於市電Ming Electricity的安全問題之前 有兩樣東西你要重溫一下 第一 電流Current是由高電勢 高電勢 流向低電勢 低電勢 第二 地球是很大很大的 流多少電荷Chargers進去都是中性neutral的 所以我們就會定 接地Earthing的這一點呢 它的Electric Potential就是0個V 好了 說回一粒普通的電池電池 通常都說1.5個V 我們經常都說香港市電Ming Electricity是220個V 那是不是就等於百多粒Batries加在一起呢 其實就並不是這樣的 Batries給的電池 我們叫做直流電 Direct Circuit DC 但是Ming Electricity就相反了 那直的雙方是甚麼呢? 亂來個頭 是膠 Ming Electricity 是膠流電 Alternating Current AC 平時那些我們叫做直流電 Direct Circuit DC 直流Direct的意思呢 就是那些Current 永遠都是由同一個方向流出來的 那膠流Alternating 就自然是說那些Current 會彈出彈入 有時候這邊流出來 有時候那邊流出來 它會轉方向的 而它的頻率是50Hz 即是說每0.01秒就會轉一次方向 那是不是就是說 如果我們手速夠快的話 手指在兩個孔裡面不斷彈出彈入就不會有事呢? 你的腦子壞了啊 就算讓你真的跟到Current的方向改變的速度 你一樣是死得很慘的 因為其實這裡兩個孔 一個是長期都很安全 而另一個是長期都超級危險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Main Electricity的運作是這樣的 一個孔的Eletric Potential是時正時負 而另一個孔其實是接地Earthing 即是說它永遠都是0個V 那當它隔著電器Appliance的時候 Eletric Potential是 positive的時候 Current就會由High Electric Potential流向Low Electric Potential 正V流向0V 即是經過Appliance就流到地上了 而當Eletric Potential是 negative的時候 這次就變成了地上才是High Electric Potential Current就會由0V流向-V 即是由地上流過Appliance 才是留到-V 所以如果你一放手指進這個孔 無論它是正V還是-V 因為你腳踏是0V的地球 於是你的身體就會有一個potential difference 電勢差 這樣就玩完了 這條這麼危險的線 我們給它名稱為活線Live Wire 顏色就是中色Brown 改名的那個就明白你了 你碰下去就不方不活了 所以平時我們俗稱它為火線 代表你碰下去真的很危險 另一條藍色的名字就正常得多了 永遠都是安全的 永遠都是0V 永遠都是中性neutral 所以又叫做中線neutral wire 雖然一個孔是安全的 但你一定要記得就是你不會記得 究竟是左邊還是右邊的孔才是安全的 所以千萬不要對手指進去 所以千萬不要對手指進去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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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